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こんにちは 私はミキです 今天带你到日本です 哈哈哈哈 沒有啦 由AXON為你呈現的叫我吃貨 就帶你到Kota Taman Sara Sushi Kitchen Sushi? Sushi 就是這樣子 No! Sushi Kitchen的Sushi呢 是Vegan Sushi 怎麼樣把這個蔬菜 變成72遍的Sushi 讓我帶你去看看 我要看看這個蔬菜是怎麼樣72遍 現在呢就變成了有麵呢 有飯呢 還有Sushi 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這個 Happy Spicy Noodles 這個是日本餐裡面呢 不會常見的椅麵 再搭配一個 這看起來像是蛋 但就不是蛋 是什麼呢 馬上來試吃看看 這個是豆腐 然後那個口感是真的好像蛋白 那我們先看那個伊麵 它的湯頭呢是比較偏日式風味的 所以你搭配伊麵的時候呢 就有一種日本加馬來西亞 像Fusion的菜肴這樣子啦 所以吃起來呢 辣不辣 我覺得是不會太辣 是屬於比較溫和的 它也是一個辣妹啦 但沒有這麼辣 沒有像我這麼熱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道菜 這個是紫菜炒飯 然後它是用這個紫菜呢 再包裹這個飯 我們來試試看 我知道秘訣在哪裡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胡蘿蔔 這個胡蘿蔔呢 它沒有煮過 它是生的 所以你咬進去呢 就會好像這個炒飯 不只是只有飯 它會有那個胡蘿蔔的嚼勁 重點是啊 這個炒飯很有work hay 那個紫菜就好像是那個 包不照啊 把那個炒飯的work hay包起來 所以吃進去呢 就會先吃到紫菜的味道 再吃到work hay 我跟你講 吃炒飯類呢 最重要的就是work hay nowork hay no炒飯 下一道菜 Golden Miso Noodles 它就只有烏冬麵嘛 你看 上面再配一點海苔 還有湯 如此簡單的烏冬麵 味道如何 先試試湯 老闆娘那個秘訣在哪裡啊 我剛才呢 會擔心說這個湯頭 它沒有用柴魚片的 去提煉出那個味道啊 它會不會少了一種鮮味 但是沒有哦 放了什麼 哇這個 我有驚訝到 因為並沒有因為 它是素食湯麵 而沒有本來烏冬麵 這個湯麵的 該有的味道 還是一樣 如果再搭配這個 金珍菇寒波 一Q一吹之間 Good 好 很熱啊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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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可以拜託你把那個 烏冬麵的溫度調低一點嗎 好 謝謝 沒有充電器了 我先去買充電器 要等多久 好 好清晨啊 什麼 又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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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ON 雞靈仔的咕嚕 雞靈仔的咕嚕 但是你又忘記了 是你的AXON冷氣機 都已經更新的 可以用手機 控制所有的冷氣機 只要在AXON的冷氣機 可以裝上Wi-Fi adapter 再配上MyAXON App 就能用手機 遙控所有的冷氣機 來來來 還有還有 在MyAXON App 可以設定冷氣機的暗測 只要在暗測 設定暗測 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根據 我們的生活方式 用MyAXON App 來安排冷氣機的 自常操作的時間 可以長達7天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好像很好吃 好 不夠吃 給我 給我 我要兩份 接下來 我這個看起來 像是一般我們吃的 Carponara 叫Organic Milky West Packard 你看這個好有心思 直接用炸的這個義大利麵 變成一個Liben 我們先吃這個Liben 就是炸的這個義大利麵 我來試試看 這個沒有鮮奶油 也沒有蛋黃的 Carponara的奶油醬 會是什麼味道 首先 放進嘴巴裡面 先送進一股什麼味道 我相信你猜都沒有猜到 原來是可以用這個 五股燕麥奶 去做成這個白醬耶 所以你吃進去 那個燕麥奶的味道是非常濃郁 我想都沒有想到燕麥奶 可以跟鹹食搭配在一起 驚喜 啊哈 注意到 我最期待的 我最期待的 幸福一家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有五種壽司啦 那有 五顏六色看起來非常的開胃 那 我選一個我看起來 最想把它消滅掉的熟悉 來 我選的就是這個 Golbert Roaming Marquis 因為它的名字 我覺得很特別 第二是有Mayonis 我很喜歡吃Mayonis 但是我不知道 Vegan的那個Mayonis呢 的味道會不會是一樣 一口松露 這個Mayonis呢 它雖然還沒有用蛋 但是剛剛有聽老闆娘講 還是用豆漿去做的 所以這個Mayonis的味道呢 我遜於一般我們有吃的這個蛋黃漿 重點是我跟你講啊 你們看一下這個Mayonis 有這個醃蘿蔔吧 所以吃進去的口感呢 很脆口 然後它這個醃蘿蔔的味道 酸酸的 吃起來特別開胃 接下來 這是它了 喔 我猜是做類似肉鬆的感覺 這個呢看起來是肉鬆 但不是肉鬆的肉鬆 到底是什麼肉鬆呢 它其實就是大豆纖維 所以用這個大豆呢 去經過處理之後呢 做出類似肉鬆的口感 哇 Amazing 這個呢非常適合一家人 一家大小來吃呢 這個剛剛好 份量也不會太多 最後 是這杯飲料 紅紅的 豆蔻汁 因為其實這個豆蔻汁啊 在KLD區是比較難喝到這一道飲料 但是它喝起來的味道 不會像我們吃這個豆蔻這麼的濃 帶點辣味其實沒有 它就是一道非常容易入口的飲料 重點是它有個好處 幫助消化 完美 在這個充滿日式氛圍的空間裡 還有XM冷氣機提供的清新涼爽的空氣 享用這美食 再後 神聖呢 真的是顛覆了我的想像 我是一個無肉不歡的人 竟然吃得很滿足 今天推薦你一定要點他們家的 HAPPINESS FAMILY 裡面呢有五種熟悉 一次滿足你的五種口味 再來就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Organic Milking Waste 顛覆了我對白醬的想像 用這個五股燕麥奶下去呢 調製的白醬 好吃 無論你是吃葷食還是吃素食 都推薦你來到 GOTATA MANSAR的Sushi Kitchen SAYO NARA